大阅兵 唐玄宗亲政后的第一件大事是阅兵 阅兵室庄严而隆重 二十万授阅部队在离山脚下沿着河流摆开阵势 经其相连长达五十多里 他们的金戈和铁甲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他们的军容威武雄壮 二十九岁的皇帝甚至身着戎装雷起战鼓 亲自指挥了军队的进退出入 三军将士山呼万岁 随后玄宗发布了嘉奖令 陛下不无忧虑地指出 帝国的状况不容乐观 就像快要坠落的朱串 因此他希望全体官兵能够同心同德 另行尽职 以忠贞不渝的精神和无坚不摧的实力 誓死捍卫大唐的江山社稷 很难说这些话是不是危言耸听 事实上玄宗正式接管政权之时 大唐立国已近百年 这对于经历了四个世纪分裂动荡的中华大帝 堪称幸运 何况太宗执政的二十三年 还号称贞观之志 他本人也成为各族人民的天克汗 之后半个世纪的高宗和武后时代 帝国仍然兴旺发达 歌舞升平 尽管武则天称帝前后也曾乌云蔽日 但那黑暗是礼堂皇室和部分官员的 不是人民群众的 甚至不是数族地主阶级的 相反 由于武则天清除了官拢勋贵的势力 也由于他大力推行科举制度 贫寒之势反倒有了出头之日 为其如此 帝国的大厦才不会因为他的血洗和屠戮 而坍塌 实际上 武则天是大唐王朝的掘墓人 更是他的守灵人 甚至建设者 正如诸位在女皇武则天中读到的 唐太宗在维护既得利益的长孙无忌等人 穿夺下 选择了能力最弱的理智 为接班人 在他看来 这样就能避免因祸起消强 而导致帝国分裂 自己的政治路线和一世英明 也能得以保全 可惜英明的太宗皇帝忘记了 或者根本就不知道 没有能力掘墓的人 王王王也守不住灵 他当然也想不到 理智不但将帝国拱手相让 而且还是让给了一个女人 这才真是天大的玩笑 幸运的是 这个女人偏偏具有治国的能力 在他与高宗共同执政和独立执政的四十多年间 武则天保证了帝国长期和持久的统一 并让他充满活力 就连改朝换代 较之以前的宋齐良臣 北周和隋 也是代价最小的 更何况 他还把帝国交还给了李唐 可惜 由于历史不能假设 我们无法设想 没有武后的高宗政权是什么样 更无法设想 李红或李贤的王朝 因为没有武则天 就没有李红和李贤 哪怕李贤是私生子 但似乎可以肯定 他至少没有把国家弄得更糟 尽管鼓励告密 制造冤案和滥杀无辜 对世道人心无疑有着破坏作用 那么 玄宗皇帝的危机感 从何而来 短暂而混乱的 中宗和瑞宗时期 这是一段空洞无物 和令人沮丧的岁月 当一群官员成功地 将女皇武则天赶下台后 才发现 她留下的空白 根本就没有人能够填补 自己反倒在她的 有生之年被夺权 后来又被彻底消灭 女皇交出的政权 则落入一伙既无德 又无能的人手中 包括武则天的侄子 武三司 唐忠宗的唯皇后 和女儿安乐公主 以及女皇政敌 上官仪的孙女 上官婉儿 如此奇怪的联盟 当然只会胡作非为 这就给了唐玄宗李隆基 创造历史的机会 而他原本是与皇位无缘的 因为他的父亲李诞 是武则天的第四个儿子 中宗李显的弟弟 他自己则在兄弟中排行老三 实在与九五之尊远隔重阳 这位王子后来能够成为 大唐第六任皇帝 还是在位时间最长的 仅仅因为历史选择了他 他选择了政变 当然也要拜唯皇后的愚蠢所赐 唯皇后的愚蠢 在于太想当女皇帝 她的女儿安乐公主 也太想当皇太女 他们甚至等不到中宗 寿终正寝 就提前把他送进了鬼门关 此案虽然扑朔迷离 唯皇后一伙不得人心 则大约是十 因此毫无悬念地 便被李隆基就地正法 当时李隆基才二十六岁 还很不起眼 政变得到了太平公主的帮助 甚至干脆被认为 就是武则天的这个小女儿所策划 因为事情进行得易如反掌 背后肯定需要权力和金钱的支持 这两样东西李隆基都不多 太平公主却应有尽有 她在女皇的时代就很活跃 中宗即位之时 又加封了镇国的头衔 为其如此 事成之后 她才会走到台前 蛮横傲慢地 完成了把李诞 变成皇帝的杰作 总之 太平公主认为 现在轮到她大显身手 尽管当时她只能将李诞推上皇位 甚至无法阻止 李诞将皇位传给太子李隆基 但她并不认为 帝国就是那父子俩的 她的身上 既然流着李唐和武周 两个皇帝的血 小哥哥瑞宗李诞 又是那样的与世无争 那么平治天下 她当仁不让 一心向往 曾祖父真观之志的 太子和皇帝李隆基 也只好跟她那 坚持则天路线的姑姑斗法 结果则一如我们 在女皇武则天中所述 失败的太平公主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也结束了一个时代 从此以后 直到晚清 再也没有哪个女人 能够如此严重地影响到 中华帝国的政局 获胜的唐玄宗 却感到了危机 她清楚地记得 成败只有一天之差 如果不是由于得到 线人通报 抢先一步 在七月三日动手 那么 死无葬身之地的 恐怕就是自己 大唐也弄不好 会再出现一位女皇帝 尽管她姓李 教训啊 结论却很简单 那就是必须集权 尤其是要把军权 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事实上 太平公主之所以比 为皇后一伙更难对付 原因之一就在 后者只知道买官卖官 手下尽是无能之辈 前者却不但控制了文官 而且收买了军队 当时的形势 确实严峻 郑士堂会议成员七名 四个是太平公主的人 宫廷警卫部队四军 也有两军效忠公主 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免权 则掌握在退居二线的太上皇手里 太平公主 正是靠着这位和室老哥哥 一手遮住半边天的 显然 这其实是三个人的博弈 瑞宗李诞 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软弱或糊涂 他一生三让天下 第一次让给母亲武则天 第二次让给哥哥李显 第三次让给儿子李隆基 每次都不是高风亮节 而是精打细算 当然 视为自己 这一回事情的起因 是天空出现了一颗彗星 按照当时的传统观念 应该视为上天神秘的警示 太平公主便让人放出风来 声称还发现 象征皇帝和太子的星辰 也都有异点 言外之意很明显 只有废处太子 皇帝才是安全的 可惜公主机关算尽 却没有哥哥聪明 瑞宗干脆宣布辞去皇位 那可就一了百了 彻底安全 他甚至对闻讯赶来 匍匐在地的皇太子李隆基 把话挑明 让位是为了避灾 你如果真是孝子 何必一定要等 朕死以后再即位 所有人都无话可说 就连他保留帝国的 最高仲裁权 也表面上是 太平公主的阴谋诡计 实际上是瑞宗皇帝的如意算盘 大事拍板 小事不管 这个太上皇当得游刃有余 可怜的儿皇帝 却连自称朕的资格都没有 不过是李旦的打工仔和挡箭牌 看来李隆基其实应该感谢太平公主的步步紧低 否则他真是无法将自己变成帝国真正的当家人 尽管之前太上皇和他的关系很像董事长和总经理 大唐却不是公司 对于中华帝国来说 稳定是压倒一切的 稳定就要集权 而且必须集中在皇帝手里 不能再像以前那样 三家分红 难怪唐玄宗在接管政权之后三个月就要阅兵了 他就是要用这种方式昭告天下 新时代已经开始 因此他也要杀人 或假装要杀 差一点被杀的是郭元振 郭元振是大功臣 先天二年七月三日 唐玄宗发兵捕杀太平公主党羽 太上皇李诞文殿登上城楼 正是郭元振以兵部尚书 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身份率兵前往护驾 他对李诞说 皇帝奉命诛灭乱党 没有别的 请陛下放心 这就不但稳住了李诞 也为事变定了调子 之后 以太上皇名义发布的诏书便声称 公主的党羽妄图弑军谋窜 被皇帝奉太上皇之命讨除 李隆基的行动因此有了合法性 郭元振的作用 则几乎相当于玄武门之变中的羽池敬德 然而十月十三日的阅兵事上 玄宗却突然翻脸 以君荣不整的罪名要将郭元振军法从事 只是由于另外两位新任宰相 跪在马前苦苦哀求 才饶他不死 改判流放 这很奇怪 君荣不整 当然牵强 兔死狗喷也未必 郭元振不是韩信 并不对皇权构成威胁 至少可喷可不喷 事实上为他求情的那两人 便正是因为有功而败相 更何况 玄宗当真要杀郭元振 又岂是他们能够劝阻的 显然 这是假装要杀 假装要杀 也未必是为了立威 至少并不完全如此 威当然要立 却不一定要靠杀人 实际上也没有杀 因此结论只有一个 玄宗不想要郭元振的脑袋 却想要他的职位 兵部尚书 同中书门下三品 这个职位翻译成现代汉语 就是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或者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这样说有证据吗 有 因为就在第二天 即10月14日 唐玄宗便立即任命他人 接替了郭元振的职务 此人时任同州刺史 受命之前 不过是阅兵士的官吏人员 也不曾参与粉碎太平公主集团的行动 可见 玄宗的任免 其实深思熟虑 蓄谋已久 因此 谁来接替那倒霉的郭元振 便成为解开谜团的关键所在 继任的 继任的 叫姚虫 姚虫是武则天的人 八年多以前 则天皇帝训位 中宗君臣 谈官相庆 只有姚虫 气不成声 旁边人提醒他 这样做不合时宜 姚虫却表示 悲从中来 情不自尽 而且 西别旧君 正是仁臣之意 结果 他当天 就由宰相 贬为刺史 玄宗皇帝看重的 却正是这份忠诚 忠诚 历来就是君主 对臣疗的要求 只不过 忠诚或忠臣 也有两种 一种是谋臣之忠 他们受人之托 忠人之事 担经节律 替君主谋划 为了成功 可以不择手段 感冒风险 也甘冒风险 至于所谋之事 是否正当 则不再考虑之列 另一种 是贤臣之忠 他们当然会 恪守君臣大义 为君主的事业 鞠躬尽瘁 但这与其说 是忠于君主本人 不如说是忠于 自己认可的 道德准则 和社会理想 这就要求 对方是英明的领袖 起码也是 合格的君主 如此 贤臣才能借助军权 实现自己的政治报复 至君 姚顺上 在时 风俗纯 幸运的是 李隆基 正好是一个 想做圣军的人 姚崇的任命 也被描述得 极具戏剧性 据说 阅兵室的第二天 唐玄宗在 渭水之边打猎 姚崇被召见在马前 当时玄宗皇帝的 心情和性质都很好 便笑容满面地问他 爱卿会打猎吗 姚崇说 臣读书不多 要说打猎 老当义壮 很好 玄宗皇帝说 朕很久没有见你了 正好有些事情 要听你的意见 跟着宰相们 一起走吧 说完 策马而去 姚崇却不跟着 落在后面 玄宗奇怪 姚崇说 臣是小地方官 不该与宰相同列 玄宗说 你现在是兵部尚书 同忠书门下三品 姚崇并不闲 皇帝暗自惊讶 却也并不多问 到了行宫 玄宗让宰相们坐定 姚崇却跪下来说 臣有十项主张 要奏明圣上 如果陛下认为 事不可行 刚才的任命 臣不敢奉赵 玄宗说 尽管阎无不尽 朕亮丽而行就是 姚崇问 不靠阎行俊法 而以仁义治国 行吗 玄宗说 这正是朕 寄希望于爱卿的 姚崇问 不穷兵独武 不耗大喜功 行吗 玄宗说 完全可以 姚崇问 宦官不得干预朝政 行吗 玄宗说 考虑已久 姚崇问 国戚不认宰相 冗官一律淘汰 行吗 玄宗说 早该如此 接下来 姚崇提出的其他主张 玄宗全部接受 包括所有的臣僚 都能犯言直见 他们的人格尊严 不受欺误 也包括将两汉和五洲的 历史教训 记录在案 永违警示 于是 姚崇山呼万岁 天下万幸 慎君千载难逢 姚崇 敢不干老徒弟 玄宗说 此座 原本坐在首位的中书令 立即起身让座 姚崇说 中书令是首相 姚崇 岂敢僭越 玄宗说 那就由你来做中书令 上述故事 实在太像小说 所以不被正实踩信 但 姚崇有着十项 施政纲领 是事实 担任了中书令 也是事实 只不过 要在两个月以后 原来的中书令 则被贬为次时 这当然又是姚崇所为 某次上朝 姚崇一瘸一拐 玄宗关切地问 爱卿难道有足疾吗 姚崇说 没有足疾 只有心病 玄宗问 病在哪里 姚崇答 中书令 秘密地 进了齐王府 久经沙场的玄宗皇帝 立刻就听明白了 想想看 历史上哪一次政变 不是因为内外勾结 尽管玄宗相信 齐王作为自己的弟弟 不会谋反 破坏政治规矩的人 却必须严惩 朝野轰动 因为下台的中书令 是张月 张月早在武则天的时代 便已明文天下 长安三年九月 国务委员魏元忠 被张昌宗兄弟诬告谋反 女皇令太子李显 相王李诞 和全体宰相 组成何一庭 让魏元忠与原告 在狱前当面对峙 于是张昌宗提出 传张月出庭作证 他的理由是 魏元忠妄议陛下 老麦年糕 乃是此人 亲耳所闻 没想到 张月进去后 却一言不发 当时的气氛 十分紧张 朝堂外 正派的大臣 担心张月做伪证 在他进去之前 纷纷提出警告 浴座前 所有的目光 都集中在他一人身上 不知道他会说出 什么话来 魏元忠沉不住气 高声叫道 张月 难道你要和同 张昌宗诬陷我吗 张昌宗则胜券在握 气焰嚣张地 催着张月赶快作证 张月这才开口 他先是斥责魏元忠 身为宰相 怎么像范夫走卒一样 没有见识 然后禀告武则天 陛下明鉴 当着陛下的面 张昌宗都可以把人 逼成这个样子 不难想象 在外面何等猖狂 臣不敢欺君 臣确实不曾听见 魏元忠有过不当言论 反倒是张昌宗 许以高官厚禄 要臣信口辞皇 魏卑官微的张月 从此让人刮目相看 忠宗即位后 他从放逐之地 被召回京城 后来又跟姚虫和郭元振 一起成为李隆基的太子党 只不过在与太平公主的斗争中 郭元振保住了相位 张月被排挤到洛阳 所以都在七月三日的事变中 立下汉马功劳 姚虫却由于被贬到外地 而与此无缘 因此张月下课 以及其他七三功臣纷纷被贬 便被认为是姚虫的嫉妒所致 其实不然 玄宗不是瑞宗 更不是忠宗 岂能姚虫所能左右 说到底 他的翻脸不认人 根本原因是要 开创新纪元 别忘了 新皇帝的新年号 可是叫做开元的 走马换将 不过意味着启动新的程序而已 那么姚虫 能让玄宗开门红吗 宋景当国 姚虫并没有辜负唐玄宗 他担任中书令仅仅一年 就理顺了所有的关系 也包揽了所有的政务 以至于他那唯唯诺诺的同僚 几乎形同虚设 竟被称为半石宰相 于是姚虫不免飘飘然 甚至不无得意地问下属齐患 你看 我这个宰相可以跟谁相比 齐患不回答 姚虫又问 比得上管仲燕英吗 齐患实话实说 好像比不上 姚虫说 虽然如此 总得有个说法吧 齐患说 也不过旧实之相而已 姚虫却喜出望外 他高兴地把笔一扔 能够旧实的宰相 又岂是随随便便找得到的 这是自得 也是自知 作为担任过君职的文臣 姚虫的行事风格 是干脆利索 又勇于担当 确实能够救世 开元三年五月 太行山以东 遭遇蝗灾 地方官和老百姓 都畏惧天命 不敢灭黄 姚虫却说 怕什么 民以食为天 哪有保皇而不救人的道理 请皇帝陛下 不要颁止 由我签署 政府命令 剿灭蝗虫 如果有天前 我姚虫一人承担就是 此言颇有太宗一封 贞观二年六月 查看灾情的李世民 就曾抓起一把蝗虫 往嘴里送 他的说法是 五谷是老百姓的命 不能被他们吃了 要吃就来吃朕的脏腹 侍从急忙阻止 这种东西吃了有伤圣体 太宗皇帝却说 朕执政魏民 怕什么病 这很酷 尽管魏民坐秀之嫌 姚虫却无法与太宗相提并论 朝野上下 对他也并非没有微词 实际上 作为开源新政的当头炮 他能做的 也就是对过去的弊病 进行改革 帮玄宗在政治上扭亏为盈 因此 当这一历史使命 接近完成之时 他的政治生命 也就到头 更麻烦的是 姚虫喜欢玩弄权术 也不够廉洁 至少没能管好子女 甚至卷入里通外国的 贪腐案中 幸亏他及时接受奇幻 逊未必获的建议 主动辞去向职 这才平平安安软着陆 还得到了开府 一同三思 从一品的荣贤 距离他担任中书令 刚好整整三年 真可谓旧时之下 接替姚虫的 是宋景 宋景是姚虫推荐的 两人的风格 却完全不同 姚虫激动灵活 能谋善变 宋景坚持原则 老成持重 据说 当时玄宗派的一位将军 迎他进京 宋景居然一路闭口不言 受到冷遇的将军 回去之后大吐苦水 皇帝对宋景 却更加敬重 因为执行公务的时候 原本就不该讲什么私房话 其实宋景的正派耿直 举世闻名 就连专横跋扈如武则天 都不得不敬让他三分 长安四年十二月 女皇的男宠张昌宗 私召树士看相一案 东窗事发 时任御史忠诚的宋景 便要求将其正法 理由是 树士旺称张昌宗 有天子之相 张昌宗为什么不 以宋司法 可见包藏祸心 女皇说 这件事 昌宗已经向朕奏名 可以算自首 宋景说 依法自首免罪条款 不适用于大逆不道 女皇只好放下身段 和颜悦色 说软话 宋景却声色俱力 不依不饶 站在一旁的马屁精宰相 急忙宣读赤令 要宋景立即退朝 宋景却一声冷笑 圣主在上 哪里用得着你缴照 则天皇帝 无可奈何 只好批准宋景 审理此案 却又在中途 用特赦令 将张昌宗 从御史台救出 自知理亏的女皇 让张昌宗私下里 去向宋景谢罪 宋景却不给面子 他说 如果要谈公事 请公开说 如果讲私情 对不起 国法无私 这就是宋景的 刚正不恶 当然 他也因此得罪了 中宗皇帝 和太平公主 玄宗看重的 却正是宋景的正直 而且宋景的到来 也正是时候 头三年 百废待兴 一团乱麻 需要摇虫的随机应变 和大刀阔斧 现在进入 制度性建设阶段 就要靠宋景的 浩然正气 和稳扎稳打了 看来 上天对玄宗 确实垂暖 玄宗也很珍惜 这难得的机会 两位宰相上朝时 他起身迎接 退朝时 又送到门口 摇虫和宋景的礼遇 无人能及 与此同时 宰相的构成 也发生了变化 以前多次说过 汉唐两代的宰相 是不同的 汉代宰相 是个人 比如丞相 太尉 玉士大夫 他们的办公地点 和办事机构 则叫相府 唐代宰相 则是群体 但凡有资格 参加国务会议的 不论人数多少 都是宰相 宰相没有正负 只有轮值主席 叫执笔 开会地点 在正式堂 所以叫正负 相府与正负 是汉与唐的区别 因此准确地说 唐代宰相 没有总理 副总理 全部都是国务委员 区别仅仅在于 中书省长官中书令 门下省长官市中 上书省正负长官 上书令和左右仆叶 是当然在相 但由于上书令职位 长期空缺 所以总人数 只六人 其他委员 为特任在相 头衔叫 同中书门下三品 因为中书令和市中 都是正三品官员 后来又增加了 同中书门下 平章式的头衔 相当于 列席委员 或候补委员 显然 唐代宰相 都是兼职 中书令 市中 或六部上书 才是本职 所以 他们都是上午 在正式堂开会 下午 会去主持各自的省务 和部务工作 三省六部 才是中央政府 宰相既然是兼职 人数就不固定 最多是十几人 最少十一两个 人数少 是因为从瑞宗时代起 左右仆叶 不再是当然宰相 非有特任 不得参加国务会议 而中书和门下两省的长官 又往往职位空缺 无人担任 委员制 开始向领袖制转变 姚崇和宋景的时代 情况就更特别 中书门下两省的长官 总有一个职位空缺 姚崇认中书令 就没有适中 宋景做适中 又没有中书令 结果姚崇和宋景 便自然而然的 成为首席宰相 一正一副搭班子 也成为不成文的惯例 没错 是惯例 不是规矩 更不是制度 优点和缺点 也都在这里了 优点是 中书和门下两省 变成了一个协调的组织 行政效率明显提高 而且由于有了实质上的首相 他也是一个可以问责的政府 否则 姚崇当年怎么敢大包大揽地说 我签署命令 出了事情 我负责 缺点则是 权力失去了制衡 实际上 三省六部的制度设计初衷 就是要将决策 审批和执行权 分散到中书门下和上书三省 以便互相监督 现在 中书门下连为一体 上书省出局 制衡 岂非变成失衡 分权 岂非变成集权 当然 这是趋势 也是玄宗与姚崇和宋景的共识 事实证明 集权会有成效 同时也有弊病 因为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谁来掌权 就成了关键 结果 君明尘贤则治 开元盛世是证明 君昏尘间 则败 安史之乱 是证明 宋景似乎意识到了这一危险 他的补救办法是 权力集中与政务公开 并行 实际上 政务公开 在太宗时代 就已经制度化 当时宰相 入宫奏事 旁边一定要有 建官和使官 御使 弹劾官员 也一定要 代法官 着法袍 当众宣读 起诉书 这样一来 一切都是公开透明的 谁也搞不了鬼 武则天 却把这个制度 破坏了 他要行 非常之事 只能搞 特务政治 和暗箱操作 于是宋景主张 拨乱反正 玄宗也批准了 他的建议 开元五年九月 皇帝下诏 从今往后 除非事关国家 核心机密 一切政务公开 并记录在案 走到这一步 新政的框架 才算是建立起来 难怪后来 有人这样评论 姚崇 以其通达 完成了历史的转变 宋景 以其政派 守住了 帝国的根本 正是由于 他们两人 殊途同归的 接力赛 开元盛世 才得以初见端倪 与文荣理财 开元八年正月 宋景 突然被免去宰相之务 跟姚崇一样 以开府 一同三私的荣贤 成为国策顾问 他在相位上停留的时间 也跟姚崇差不太多 实际上 只有三年 以此为标志 短暂而难忘的 贤臣时代 宣告结束 这是一个 君臣共治的时代 双方都在 小心翼翼地 进行磨合和探索 试图在强有力的君主 和他的俯臣之间 建立一种健康的关系 因此 这也是一个克制的时代 玄宗谨慎而明智地 运用着皇权 宰相勤劳国事 同时防止国家 进行劳民伤财和野心勃勃的冒险行动 犹如帝国的定海神针 难怪姚崇和宋景 虽为名相 执政期间 却并没有多少惊天动地的作为 因为他们的治国方略和时代特征 就是这样十六个字 四夷来寇 屈之而已 百姓富饶 睡之而已 宋景 却还是下台了 导致他下台的原因 在司法和财政 也许是为了保证社会的安定 和政权的稳固 宋景对罪犯们没完没了的申诉 极为反感和厌恶 竟将积押案件全部交给监察部门处理 并且交代政策 认罪服法的宽大处理 继续上诉地 统统关起来 结果 民怨沸腾 就连艺人 也看不下去 当时天汉 一个幽灵 在表演节目时 便扮作汉魔 在皇帝面前 手舞足蹈 玄宗问 你这家伙怎么跑出来了 扮作汉魔的义人答 奉宰相之命 玄宗问 此话怎讲 一人答 三百多苦主被宰相关押 汉魔能不出来 玄宗很以为然 不过 直接让宋景倒台的 是货币问题 我们知道 中华帝国 是没有银行的 货币在理论上 只能由官方发行 然而 由于商业的发达 关注的铜钱 根本不够使用 而且随着货币需求量的 迅速增长 他们的质量 也变得低劣 还不如民间私注的铜钱 政府也只好允许 私钱流通 以免贸易呆滞 宋景和他的搭档 却试图一劳永逸地 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奏请恢复 私注铜钱 判处死刑的禁令 并派专使 前往私注最为盛行的地区 治理整顿 结果 专使的雷厉风行 导致了物价的大幅度波动 民不聊生 怨声载道 舆论哗然 两位宰相 只好为他们灾难性的失败 埋单 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短板却暴露出来 那就是 帝国的多数官员 都不善理财 而且没有兴趣 实际上 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 并建立起文官制度 话语权 就掌握在儒生手里 在他们的评价体系中 占第一位的是 所谓道德文章 其次才是管理才能 而在管理才能中 理财又最为他们鄙视 甚至被看作小人的伎俩和行径 不被骂作卑劣 已是万幸 可惜 帝国不能只靠道德文章来维持 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要用钱 王公贵族的穷奢吉欲要用钱 雄心勃勃的对外扩张 更要用钱 钱不由天将 不由地生 没人理财 皇帝靠什么过日子 官员靠什么领工资 天下靠什么治太平 于是 汉有桑红阳 宋有王安石 唐有宇文荣 宇文荣 是在宋井退场刚好一年后 浮出水面的 当时官职 不过正八品上的监查御史 提出的方案是 查户口 这并非没有道理 由于种种原因 一些农民离乡背景 不在园级 有的定居外地 成为桃户 有的流离失所 成为流民 前者造成国家财政流失 后者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 因此 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的角度 将他们重新纳入户籍管理 都十分必要 玄宗批准了宇文荣的方案 并任命他作为特使 专门处理此案 宇文荣也不负厚望 经过不断努力和调整政策 这项工作大获成功 三年半以后 八十多万农户和相应的田母 被登记在册 相当于帝国总人口的 百分之十二 皇帝对此十分满意 宇文荣则被任命为 监察部的副部长 后来又兼任财政部副部长 然而反对的声音 也不绝于耳 反对有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原因 实际上 移民他乡的农户之前得以逃税 是因为依附于当地土豪 这些土豪往往是帝国的官员或他们的家族 因此宇文荣的行动就损害了爆发户的利益 何况那些地产商还有着官方背景 政治的原因 则在宇文荣和他的团队享有特权 由于是皇帝的特派员 他们在帝国的官僚体系之外 自行其事 形成了一个不受国家机器控制的特殊群体 宇文荣也毫不客气地以钦差大臣自居 每到一处都要召集男女老少 宣誓圣旨 给予种种优惠政策 心满意足地听他们感恩戴德 痛哭流涕 于是 当宇文荣和他的团队巡视天下时 他们就变成了流动的中央政府 各级地方官员畏惧其特权 大小政务都要先报告宇文荣 再报告中书上 就连判处死刑的罪犯 没有宇文荣点头核准 地方官也不敢擅自行刑 这就完全打乱了正常的行政管理秩序 也对帝国的官僚集团构成了威胁 以至于他们不得不群起而攻之 而且从理论上讲 这也是在捍卫国家制度和人格尊严 毕竟 中央集权的帝国不该正出多门 周县长官也不该听命于特使 反对派的领袖是张月 张月是在宇文荣担任特使之后半年 重归相位的 起先担任的职务也是兵部尚书 同中书门下三品 一年半以后成为首相任中书令 他的卷土重来 一般被认为标志着玄宗执政理念 和基本国策的调整 因为张月是姚虫的死对头 姚虫不喜欢张月是有原因的 作为武则天的重臣 他跟敌人节一样主张务实 讨厌武文弄墨和夸夸其谈 何况张月还难免口是心非之嫌 旧使就认为 当年如果不是宋警等人提出警告 张月未必不会做伪证 据说张月甚至还想私下里 修改有关历史记载 只不过遭到了史观的拒绝 玄宗看重的 却恰恰是张月的文才 甚至称它为当朝师表 一代辞宗 用这样一个适合担任 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任 或者作协主席的人做手下 只能说明 皇帝开始由求真务实 变为浩大喜功 没错 制定礼仪需要当朝师表 粉饰太平需要一代辞宗 张月自有张月的作用 何况张月也并非只务虚不务实 财军二十万和改革兵制 就是他的手笔 当时玄宗不敢相信 可以减少兵员 张月却回答说 臣久在疆场 熟悉边误 很清楚将帅们的阔军 不是为了备战 而是为了自肥 更何况 兵不再多而在精 将不再勇而在谋 陛下辱不放心 臣愿以全族性命担保 结果 边防军由六十万变成四十万 裁减三分之一 更大的动作 则是将正式堂 改为中书门下 这可并不仅仅只是更名 而是要改制 因为更名之后 用印也要变 原来用正式堂指印 现在用中书门下指印 正式堂是会议 加印之后的文章 只能算会议纪要 中书门下却是机构 形成的便是政府公文 一样吗 不一样吧 其他方面也都发生了变化 以前宰相们不过坐而论道 开会的地点 也先在门下省 后在中书省 现在则不但有了正规的官署 还有了五个下属办事机构 借用现代政治术语就是 国务会议变成了国务院 与之相适应 原来的集体负责制 也会变成个人负责制 甚至首相的独断专行 后来一位宰相 能独砖朝政十几年 原因之一 在此 当然 这并不该张岳负责 因为极权化 正是姚崇时代 就已经开始的趋势和政策 但可以肯定 张岳既然要提高宰相地位 加强宰相权力 便容不得别人节外生枝 何况 作为科举官僚和文坛领袖 他也看不起宇文荣这样 靠世袭特权进入官场的 北周皇室后裔 以及其他那些 没有学问和文采的 务实派官员 总之 他们的矛盾 不可调和 只看 谁胜谁负了 张岳下台 开元十四年 四月初四 中书令张岳的府邸 突然被禁卫军包围 他本人和家属 也被捕下狱 原因是 包括宇文荣在内的 监察部正副部长三人 联名弹劾张岳 罪名是 危害国家安全和收手贿赂 并且生活奢靡 其中最为严重 也最能刺激 玄宗敏感神经的是 该犯竟然私聘术士 夜观星下 皇帝陛下 龙颜大怒 其实 张岳早就该料到 会有这一天 因为监察部 这三个正副部长 都是他的死对头 御史台被敌对势力控制 当然是非常严重的事 而且当时就有人提醒他 宇文荣理财 有圣上支持 不可以太得罪 张岳却不屑一顾地说 那种鼠辈干得了什么 于是依然顾我的 继续处处与宇文荣作对 结果怎么样呢 自己变成了过街老鼠 说来张岳也是自作自受 因为他得罪的 并不单单是宇文荣一个人 而是一大批 几个月前 张岳排除一己 包揽了风扇大典的所有事物 以至于得到风赏的 全是他的人 这就犯了重怒 宇文荣也才利用时机 狠狠捅了他一道 幸运的是 一个宦官救了张岳 救张岳的 就是传说为李白捧靴的 高丽氏 当时唐玄宗派高丽氏 到狱中看个究竟 高丽氏回来禀告说 张岳 蓬头垢面 坐在草上 惶恐待罪 家人都用瓦罐 吃饭喝水 玄宗不禁心软 高丽氏又说 张岳是忠于陛下的 而且有功 玄宗当然清楚这一点 案件审理的结果也表明 私聘术士 夜观星象 确有其事 却是下属所为 张岳并不知情 顶多负有领导责任 于是 玄宗将张岳从御史台放出 紧紧免去他担任了 三年两个月的中书令职务 其他待遇照旧 宇文龙的政治生命 却更短 他在扳倒张岳三年后的 开元十七年六月 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又在九月被贬为次事 担任相职 只有九十九天 史称百日宰相 原因当然也是犯了重怒 宇文龙离开朝廷 帝国的财政 立马就成了问题 于是玄宗皇帝 愤怒地问那些反对派 你们总说宇文龙不好 朕医了诸位 结果没钱用了 请问清等有什么办法 当然没有 或者说反对派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继续攻击宇文龙 以此证明自己的正确 于是宇文龙的问题 被不断揭发 先是受贿 后是贪污 这个倒霉的家伙 也被一扁再扁 最后死在了流放的路上 一个异类就这样被干掉了 现在轮到另一个 另一个异类叫王毛仲 他是高黎人 也是唐玄宗当王子时 府上的家奴 由于粉碎太平公主集团有功 成了玄宗皇帝禁卫军的首领 后来又由于治军有方 竟被授予开府一同三私的荣贤 与姚崇和宋景的政治待遇相同 那时的王毛仲 真可谓备受恩宠 就连他嫁女儿 皇帝陛下都要亲自过问 问他有什么事情 需要帮忙 王毛仲说 万事齐备 只欠宾客 唐玄宗问 张岳之流 岂不是一叫就到吗 王毛仲答 也有请不到的 唐玄宗笑 你说的是宋景吧 朕来请他 第二天 宋景果然到场 尽管只喝了半杯酒 王毛仲却赚足了面子 小人得志便猖狂 王毛仲也不例外 他目空一切 尤其看不起宦官 也许在他看来 宦官男不男 女不女 根本就不能算人 又岂能与他这大将军 相提并论 平起平坐 结果 王毛仲栽在了 宦官手里 开元十八年某日 王毛仲生了儿子 唐玄宗派高丽氏 前往祝贺 并且封那婴儿 五品官衔 丽氏回宫后 皇帝陛下 兴致勃勃勃地问 怎么样 毛仲很高兴吧 高丽氏答 王毛仲说 这样的孩子 不够三品吗 玄宗大怒 其实王毛仲此言 是要羞辱高丽氏 也是发泄 对宦官受宠的不满 因为高丽氏的官阶 正是三品 所以他要把孩子 抱出来给高丽氏看 意思是我这身体健全的 儿子才五品 你这个连命根子 都没了的家伙 又凭什么三品 唐玄宗却理解为 王毛仲泄愤 因为不久前 王毛仲索要兵部 上书的职位 被皇帝拒绝 于是高丽氏趁机说 北门奴才 气焰太盛 又早就结成了团伙 恐怕不是长久之计 北门就是玄武门 那可是经常发生政变的地方 唐玄宗将王毛仲等家奴 安排为北门进军的将领 就是要让他们当看门狗 但是走狗如果对主人 呲牙咧嘴 则非杀不可 于是皇帝在剥夺了 王毛仲的兵权之后 又将他赐死 张岳却很乖巧 他在被免去中书令职务 十个月后 就以上书省副长官的身份 退休 专心致志 从事学术研究 成国有大眼力和开元礼等等 宋景也远离了是非中心 退休住在洛阳 他们两人都寿终正亲 朝廷也变得安静起来 实际上张岳罢相之后 朝堂之上就乏善可陈 这固然因为人才难得 同时也因为玄宗厌恶党争 因此他宁肯宰相的能力差一些 威望低一点 也不能让他们成了气候 可惜 术欲静而风不止 斗争与否也无关乎能力 此后多年 宰相班子就像走马灯 却没有一个是团结的 皇帝按下葫芦起了瓢 不胜其烦 直到开元二十一年三月 中书令萧松推荐寒修打班子 大家才觉得可以松一口气 然而他们又错了 萧松其实并不了解寒修 他推荐寒修 只不过认为寒修为人柔和 却没想到此人外柔内刚 当时玄宗皇帝要流放一个县位 新任宰相寒修却说 该犯并非大奸大奴 陛下应该抓大放小 金吴大将军某某贪赃枉法 民怨沸腾 问题更为严重 臣请先处分某将军 再处分那个县位 玄宗不同意 韩修说 陛下只拍苍蝇不打老虎 臣不敢奉诏 玄宗只好同意 这件事让所有人对韩修 都刮目相看 就连退居二线的宋景都说 没想到韩修竟能如此 这是忍者之勇呢 玄宗也对韩修肃然起敬 甚至忌惮 据说 皇帝只要稍微放纵一下自己 就会左顾右盼说 韩修知道吗 更为夸张的说法是 话音刚落 韩修的一件书 就送达了御前 不能随心所欲的皇帝 只好对着镜子叹气 身边人说 自从韩修败相 陛下就瘦了许多 也没有过过一天 书心的日子 为什么不罢免他 玄宗说 朕是瘦了 百姓可就胖了 萧松顺着朕 可是退朝之后 朕睡不着 韩修虽然喜欢顶撞 可是朕睡得香 朕用韩修不是为了自己 是为了江山设计呀 这时的唐玄宗 还真不糊涂 萧松却忍无可忍 他实在受不了 韩修这刺头 也受不了 他在朝堂上的 得礼不饶人 于是向皇帝 申请退休 玄宗说 朕又没烦你 为什么要走 萧松说 现在走人还来得及 等到陛下烦了 臣恐怕连脑袋 都保不住 说完 泪流满念 玄宗皇帝明白了 他的办法跟以前一样 宰相不合 就同时罢免 于是 萧松改任上书省的副长官 韩修则改任公部上书 新宰相 一个是京兆尹 裴耀清 任门下省副长官 还有一个 则是张岳的接班人 张九龄 任中书省副长官 新的一幕 也即将开始 虽然 需要前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нек주세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